上回讲到的那位总统的干儿子 是当时代理湖北都督的段之贵 他是怎么成了原总统的干儿子呢 相传袁世凯在小战练兵的时候 段之贵的官衔只是一个候补同志 在直立等候委任一直没等到机会 很不得志 就想投效袁世凯麾下 于是请一位有权势的人帮他疏通 袁世凯虽然录用了他 但只给了一个闲散的职务 不是什么肥缺 刚好当时阮忠书坐袁世凯的幕僚 掌管文案 段之贵就去结交他 求他推荐自己 阮忠书帮他想了个办法 叫他秘密进行 说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什么办法呢 原来在天津的平康里 风月场所很多 其中有个寒假班尤为著名 阮忠书在军属当差 每当于霞的时候 经常邀请两三位好友 去寒假班烈宴 与歌迹小金红交情不浅 小金红有个姐妹 叫做柳三 色意双绝 名气很大 阮忠书见过以后 也暗暗称赞 有一次 袁世凯找阮忠书吃饭 最后忘形 就跟阮忠书打听平康的人物 阮忠书就提到了柳三 袁世凯很想见见 但是身为高官 去风月场合不太方便 就跟阮忠书约好 趁夜蓝人静的时候 微服前往 到了约定的时间 阮忠书先到寒假班 跟柳三说好了 待到夜半 果然袁世凯微服而来 阮忠书叫出柳三 袁世凯宁神一看 果然是当代游物 风韵绝伦 柳三也是眉目传情 卖弄风骚 两个人一见如故 随后摆上酒宴 一直玩到天亮 袁世凯跟阮忠书回去之后 对柳三念念不忘 之后一有闲暇就跑去 对柳三是倍加恩爱 本想替他脱急 又怕因为纳计 招来别人的攻击 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 阮忠书看透了这一点 于是就给段之贵出主意 让他出面给柳三赎身 然后献给袁世凯 段之贵一计而行 把柳三送给袁世凯 做了四仪太 段之贵也因此 受到袁世凯的器重 委任他为全军总体调 袁段的交情就越来越深了 之后呢 每天早晨段之贵都会去给袁世凯请安 袁世凯就跟他开玩笑说 我闻人子是亲 美臣必去寝门问安 如非我子何必如此 说你看你又不是我儿子 何必每天早晨都跑来给我请安呢 段之贵说 父母生我 公栽培我 两两比较 恩仪相同 如蒙不弃 愿作一儿 把袁世凯给听乐了 段之贵一看袁世凯乐了 以为他同意了 跪倒就磕头 然后喊袁世凯父亲 袁世凯来不及推辞 也就认了 后来宣统皇帝即位 摄政王载风把袁世凯打发回老家 段之贵也因为阳翠喜一案被割职 这个阳翠喜案是清末比较有名的一个事件 当时段之贵为了巴结 庆亲王一筐的儿子农工商部上述宰镇 就买下了当时天津的名记杨翠喜 然后通过另外一个人间接送给宰镇 这次行贿效果非常好 在这不久之后 段之贵连升三级 从一个道员赏布正使侠 带领黑龙江巡抚 但是不久呢 这件事泄露了 宰镇段之贵都被庆亲王的对头给掺了 双双革职 杨翠喜也被送回天津 等到大清亡了之后 袁世凯做了总统 段之贵也重整旗鼓又上了台 二次革命的时候 因为平乱有功 接替段祺瑞出任湖北都督 这次听说京城在闹地质的事 就赶忙离开了湖北 说是入京觐见总统 到了北京以后 邀请朱启前 周自齐 唐在里 张世玉 雷震春 江朝宗 吴炳香 袁乃宽 顾敖等人 秘密商议鼓吹地质 要与筹安会争功 但这个时候 公民请愿团已经发动起来了 段之贵知道梁才神势力不小 觉得呢 不如联手去做更为妥大 而梁世怡这一方面 他得知段之贵进京以后呢 也知道段跟原总统的关系 不得不与他周旋 双方不谋而合 而且本来呢就很熟悉 于是决定互相借重 把这个团体定名为 请愿联合会 这个请愿团的宣言书 已经印好了 就交给段之贵等人看 是这么写的 民国照见 于今四年 风雨飘摇 不可终日 父老子弟 苦共和而望均县 非一日矣 自清以来 二十二行省 及特别行政区域 及各团体 各推举遵诉 结合同仁 为共同之呼吁 其书累数万言 其人以万千计 其所其向 则均献二字事宜 政府以滋事体大 一场特派大员 发表意见于立法院 凡何于巩固国基 振兴国事之请 代议机关 所以受理审查 已给予报告者 亦既有何于五民之公益 而无备于政府之宣言 凡在寒生父弃之轮 已有舍旧徒心之妄矣 为事功亏一篑 则为山不成 弃而不舍 则今时可惯 同仁不敏 以为五父老子弟之请愿者 无所团结 则有如散沙在盘 无所雀伤 则未必造车何者 又况同此直至 同此目标 再接再历之功 须以能否联合进行为断 用事特开广座 必及同仁 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 意定简章 凡若干条 此后同心即进 继日成功 做新邦家 为我民意 思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 非特区区本会之后幸也 后面又附有 请愿联合会的章程 一共是十一条 条文如下 第一条 本会以一致进行达到请愿目的为宗旨 第二条 凡以署名请愿者 节得为本会会员 第三条 本会设职员如下 一 会长一人 副会长二人 由会中公举之 二 理事若干人 由会员 公举之 但各团体请愿领先者 当然为本会理事 三 参议若干人 由会长及全体职员会 公推之 四 干事分为文读会计数物交际四科 各科主任干事一人 于干事若干人 由会长 副会长何以推认之 第四条 会长代表本会 主持办理本会一切事务 第五条 副会长辅助会长 办理本会一切事务 会长有事故 副会长得代理之 第六条 理事随时会商会长 办理本会特别要务 第七条 参议随时建议本会 赞理一切会晤 第八条 干事商城会长 分科执行本会一切事务 其各科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九条 本会开会分为两种 一 职员会得由会长随时召集之 二 全体大会 遇有特别事故时 由会长召集之 第十条 本会设事务所与安抚胡同 第十一条 本会章程 如有认为不适当时 得开大会 以过半数之一决修改之 段志贵等人看完便问 政府会长可曾选定吗 梁世仪介绍了推举沈云配为会长 张震方 纳烟图为副会长 其他比如文读会计 数务交际等部门负责人 也一一说明 段志贵说 甚好 就照此进行吧 我及你反恶 凡事应由诸公偏劳 梁世仪说 这也不必过谦 但参议干事等员 尚需推选若干人 段志贵说 张成忠应由会长等主持 但请沈会长与再会诸公推选便是 沈云配当时也在做 联盟接口说 这也需要大家共同斟酌 但惠明既称为全国联合 应该将各省官民 召集拢来越多越好 此事颇要费时日呢 段志贵笑道 沈先生你太拘泥了 各省官吏哪一个不想上达 但用一个密电管教他个个赞成 若是公民请愿也很容易 只叫各省官吏 用他本籍公民的名义 凑合几个有声望的身世 联名请愿 便可算作民意代表了 老先生 你难道以为真要令四万万人 全都上书请愿吗 梁侍仪说 这还是废事 一余见想来 在京官僚多是各省的阔老 若叫他列明请愿 并把自己的亲戚朋友 添上几十个几百个名 便可以算数 难道他们的亲友 因未曾通知 定要来上书指责吗 说完哈哈大笑 段志贵说 话虽如此 但各省长官的推代书 却也万不可少 还有各处报纸 乃是鼓吹鱼情的机关 先须打通方号 梁侍仪对段志贵说 相言兄 你是个长官巨拨 何妨做各省的领袖 段志贵连忙回答 兄弟以密殿各省将军 连贤请愿 为副殿尚未到齐 一次组合 自当攻打上风 只是办事须有次序 先请改行军县 后乃上书推代 方式有条不紊 梁侍仪说 这个自然 若讲到报纸一节 经报数家多半已说通 只有上海一方面略费手续 如今上风已派人往户 买主各报 并离向上海 设议亚西亚分馆 专利提倡 天下无难事 只要有银子还怕什么 大家纷纷鼓掌赞成 会议开完 又由政府会长 推选参议干事数人 经彼此确认 然后散去 接着段志贵近见袁世凯 见了不止一次 等到事情大致就绪 才离京回了湖北 从这以后呢 请愿书就接二连三的出现 都递入参政院 参政院中已经有 沈云沛运动好了 自然陆续接收 参政院院长黎元宏 本心是反对帝制 但是自己已经被软禁 不便出头反对了 只好装聋作哑 随他们胡闹 而梁世凯 杨渡等人 已先后到总统府中 报告说 收到了多少多少请愿书 袁世凯很是欣慰 便想让黎院长 整理以后呈上来 好作为民意来说事 于是嘱托梁世凯等人 去劝说黎元宏 黎元宏不肯答应 还上书请求辞去参政院长 以及参谋总长 经过郑士堂批示 不准辞职 这时候武昌都军段志贵 已经与各省将军联衔 殿请变更国体 速改君主制 这边正在竭力请愿 那边忽然出了一篇大文章 冷嘲热讽 来跟帝制唱对台戏 谁写的呢 乃是当代大文豪 前任司法总长梁启超 梁启超自从 在司法总长位子上卸任以后 袁世凯任命他为帝制总裁 随后又令他入参政院参政 他见袁世凯热心递制 不愿复合 就辞职出京到了上海 随即写成一篇大文章 题目叫做 意在所谓国体问题者 意思是说 讨论国体问题 这也太奇怪了 这篇文章总记不下蜿蜒 是一篇质地有声 快智人口的文章 咱们没法读全文 说一下主要内容 梁启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 首先强调 要把国体和政体分清楚 共和与君主 这是指国体 而立宪与非立宪 这是指政体 如今主张君主立宪 救国论的人认为 只有君主制的国家 才能立宪 而共和制的国家 就不能立宪 这是什么逻辑呢 其次 如果说世袭的君主立宪 比非世袭的共和立宪 更适合中国国情 那么现在的大总统选举法 不就是既能传子 也能传给有才干的人吗 并没有禁止世袭啊 现行的制度 不是比地质更优越吗 何必要变更国体呢 第三 鼓吹地质的人 拿美国顾问古德诺的文章 作为理论依据 要恢复地质 废弃共和 而我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前 为了维护君主立宪制 与共和派人士论战的时候 我讲的那些君主立宪的道理 比古德诺讲的 要精辟十倍百倍 当时你们这些人 一味最新共和 对我的话充耳不闻 对我的书视而不见 难道是因为我 没有长着蓝眼睛红胡子吗 第四 最滑稽的是 当年坚持君主立宪制的人 被共和派人士攻击 如今要推翻中华民国的 恰恰是当年的共和革命制式 而今天站出来维护 共和国体的人 却是当年的君主立宪派 多奇怪啊 最后梁先生又说 我本来是君主立宪派的元老 没有理由为共和制度辩护 我只是认为 国体一经确定 便不可以轻易变动 辛亥革命前 我反对革命的原因 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 革命得不偿失 可是当时的革命人士 把我的善意良言 当成耳边风 民国成立四年以来 之所以搞得一团糟 就是当年共和人士 不听我的话的报应 如今共和的国体已定 而当年那些翻云覆雨的人 又要再来翻云覆雨一气 那么民不聊生 国王无日是不难预测的 今天的动乱 已经充分证明我十年前所言不虚 你们如今不听我的 十年后再看 事实将再次证明我是对的 在篇末呢 梁先生有一段复言 说 五座此文继承 厚得所谓筹安慧者 寄于杨渡士所著 军县救国论 偶一翻阅 见其中有数语云 改立宪者 国家有一定之法治 自元首以及国人 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 贤者不能与法而为善 不消者亦不能与法而为恶 深探其余立宪经义 能一语道破 唯武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慧 唯法律内之行动也 亦法律外之行动也 杨氏贤者也 或能自信非于法律以为恶 然德物以于法律以为善也 物乎以畅言均献之人 而行动若此 其所谓均献者 从可降而 而均献之前途亦从可降而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我读杨渡的均献救国论 那里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实行立宪的国家 从元首到百姓 都不能做法律之外的事 好人不能超越法律去行善 坏人也不能超越法律去作恶 那我想问问 杨渡你们搞筹安会 这是法律之内的行动 还是法律之外的行动 你杨渡是个好人 自信不会超越法律去作恶 那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超越法律去行善了 鼓吹君主立宪的人还这样做事 那么你们所鼓吹的君主立宪是什么货色 可想而知 君主立宪的前途也可想而知 这篇文章讲得痛快淋漓 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 袁世凯或许还不知道 但是梁世仪 杨渡等人已经见到了梁启超先生这篇文字 想要设法驳斥 但是始终无法自圆其说 就没法反驳 于是在京城里面 梁先生这篇大作到处传送 慢慢的袁世凯也知道了 恨不得把梁启超抓了一枪毙了 只是一时又不好发作 想要派人暗杀吧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刺客 只好跟梁世仪等人商量 先让参政院把情愿书汇总呈上来 然后却派佐成梁世奇到参政院发表证件 反对起地址来了 杨世奇在参政院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咱们下回继续讲